当我们在做这种资料分析的时候 你看哦 你看 这个是不是栏位名称 它的属性只有一种 都是文字 可是 接下来下面这里面的记录内容 有的是文字 有的是日期 有的 这个也算是文字 好 那甚至有的是阿拉伯数字 对不对 所以记录内容它是会变的 那它是用这样子一个特性 来去区分 这个是栏位 这边是记录 那如果你现在数字全部都是8码 它就会把它视为是日期 好 这是它判断的依据 你总要有一个判断依据 不然我这个程式连写都不能写 可是它在抓这个资料的时候 它就已经决定好 它是数字还是文字 还是日期 文字不等于日期 这在泡BI里面 是有这样的差别的定义 好 那在接下来 我们最后还是要跟你分享 就是说 假设哦 假设我现在 储存它 好 例如说我先关掉好了 不储存 这个 这个我已经做完 这我都变动了 我都变动了 那假设 假设你看哦 我现在关掉 泡BI 我现在再重新打开我的泡BI 请问当我再重新打开泡BI 我可不可以直接连到脸书 可以耶 这是一个不好的情形 就是说 假如我现在取得资料 取得更多 然后接下来这边线上符 我可不可以直接连到GA 可以 我也可以直接连到脸书 连接 例如说 假设我们现在在开 继续 开什么呢 我 其实这里面我只介绍了贴文 还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去看的哦 点一下 你看 我的什么 这边是不是 我喜欢的书籍 我的朋友 可以吗 我的朋友 确定 可以吗 我的朋友 好 我的朋友 八百多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只抓出来这十几个 听得懂 现在说的意思吗 这就是我的朋友 所以你看哦 这边首页 然后编辑查询 对了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假如说现在这边 这边是做脸书的什么查询 脸书的朋友查询 对不对 那我现在我要再就是再去做 例如说贴文 刚不是有做贴文吗 所以取得资料 更多还是在编辑里面做 听得懂我现在说什么意思吗 我们这边刚刚是不是叫 我的朋友 是不是呈现在这个地方了 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的名字 好 那请问一下 假如我现在我要把 刚刚不是讨论贴文 贴文要怎么抓进来 请问是用编辑查询还是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 取得更多线上服务 脸书连接 继续 我的这边去把 因为刚刚贴文很 算了 还是选贴文 然后再入 你看哦 在这个地方查询意思 我的朋友 变成这边会多一个 叫查询二 查询二就是我的贴文 可以吗 好 那变成就是各自独立的分析了 好 这是提供该门参考 因为他没办法同时选到贴文加朋友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 前门稍微住一下 那最后最后 请你做完这件事的时候 请问 好 你们因为我也蛮想要知道 就是说为什么我的 我的脸书的好友真的有800多位 可是为什么 这边 这边他所呈现出来 只有12345678 这有3万是刚刚才加的 这不是铁板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是 我也是 不是 有很多 像这个 这个是老朋友了 这是好久以前 巨匠的老师 这都是巨匠 这也是巨匠老师 好 这也是巨匠老师 OK 你们看一下你们 你们的朋友 好吧 请你们用取得档案 是不是 讲出来也是只有几位 你们好歹也有 四五十位 一两百位好友吧 给Est地发出 咖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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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咖啥导咖啥